南魔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南朝玉 我亲见闻得寿词 念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看六十九页 讲到下囚真上身 献热后溢热 中发出离心 灭盘解脱热 最上菩提心 悲至就尽热 佛法基本上是灭苦之道 宗教都是离苦得乐 所有宗教的宗旨都是要离苦得乐 道教叫做趋吉必凶 基本上它是一样的道理 那这个苦 跟这个热它是相对的 那苦基本上如果我们这样分 现世苦来世苦 现世苦 来世苦 后世苦 那么就是还有究竟苦 就是轮回苦 那么这个热 从这里来讲也是一样 现世苦 现世苦 来世苦 解脱 也不这样分 就是宪法乐 现世苦 来世苦 解脱 这个是究竟苦 这个叫做究竟入 究竟入 这个叫做究竟苦 这个叫做究竟苦 究竟苦 这个是究竟入 就是从此不会再苦 那么是轮回一次一次的 一直一直的受苦 没有解脱的时候 这个是究竟入 好 那 你要离现世苦 必须要有离现世苦的应用 离来世苦 要有离来世苦的应用 那你要离轮回苦 那么离苦就得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来看 所以它这里讲到 发什么心 修什么行 得什么果 那么这个果报就有苦果跟乐果 其实是这样 发心修行正果 它是这样的 从发心 这个是果报 这个是果报 果报上来讲 有苦 有苦果有弱果 那这个果报 是由修行来的 就是如业 从修行来 然后才有果报 这个是果报 然后从修行 每期的业 修行 一开始是从发心 所以发心修行正果 就发心 从发心 那基本上 它就是这三个 那么如果我们从地上来看 就发心 发心是发三种心 发心 真上身心 真上身心 那么发出离心 发普及心 发心之后修行 如果我们这样来讲 就写在这里 发心之后修行 这个是发心 这个是发心的 这个是发心的 要这样讲的 我们这样写来的 发心 第一个 真上身心 真上身 第二个是处理性 第三个是处理性 第三个是处理性 五戒生天之法 就五戒慈善 这个我们讲 顾思慈禧 顾思慈禧 这个出离心 修什么行呢 修八正道 谢定徽 三十七道别 总说 分别来说 就三十七道别 那 就断烦恼 这个修什么呢 就六度波罗蜜 六度万恨 六度波罗蜜 正果 修行正果 这个 生仁天 仁天善果 这个出三界 正阿罗汉 生文四果 仁天 这个是仁天善果 莫生仁莫生天 然后得健康 残寿 富贵尊容 这些 那么这个是处理性 得四双八倍 身为阿罗汉果 那么 他做起就是正阿罗汉 身为四果 那么这个 这个陈佛最终究竟是陈佛 陈佛上谷 这个是发心修行正果的一个差别 佛法 佛法里面这样来讲 上陈佛之道 武圣共法 就是讲这个 那么 这个是身文圆绝 人天 身文圆绝 佛 武圣 那 布施慈建 基本上是武圣共法 那我们来看 这里讲到这个 关于向上的发心修行 真是万别千叉 说不能进 千叉万别 很多种类别 各式各样的房 各式各样的人 但归纳起来 不外乎三类 就是把所有的 把所有的修行 就是 你所听到的所有的修行方法 其实其他的宗教 大部分也是人天上 其他的宗教 君教 天主教 回教 很多也是人天上 包括农家 道家也是在人天上 但是也有人说 这个老子的道德经 基本上 是抵制法法 也是解脱法 但是一般来说 因为我们研究不够透征 基本上也可以说 它是社界平方 社界平方 社界平方 人天上 好 那 佛陀时代的 这个 这个 伯罗门 他也是人天上 只是佛说的人天上 更清楚 更究竟更明白 更正确 只是这样而已 像伯罗门他们 祈祷可以升天 祈祷不能升天 祭祀可以升天 祭祀也不能升天 但是他们说的 不思辞戒可以升天 这是真的 但是他们说的 祈祷祭祀可以升天 这不是真的 他们说苦行 苦行 持重 修禅定可以解脱 这也不是真的 他只能升天 真正解脱是要智慧 好 那所以归纳起来 那 就是 思出世间的修行方法 不外乎就三大类 真上身心 出离心 菩提心 他说 这个就是弥勒菩萨说的 下世 中世 上世 下世 中世 上世 老子道德心里面也有 等于我们再来讲 那我们先来讲真上身 真上就是 越来越好 这是真上 就是越来越好 那么就是说 我现在要比过去好 我现在学佛 我就是要什么 我要现在过得比过去好 所以我来学佛 我要未来比现在好 我要未来比现在好 但是学佛的人应该要清楚 他的好并不是说 佛菩萨会保佑我 不是 而是 我知道方法 我知道我痛苦 为什么会痛苦 什么原因造成我痛苦 我要怎么样做才不会痛苦 我知道 这是第一个 我知道痛苦的原因 跟不痛苦的方法 第二个 我知道怎么样面对痛苦 因为痛苦有两种 辛苦辛苦 有一些是我不能避免的 我知道怎么样 我面对痛苦 要有什么样正确的态度 我要用什么正确的方法 来解除痛苦 我要用什么正确的心态 来面对痛苦 这个是学佛最重要的 而不是我面对痛苦的时候 我一味的一味的祈祷 佛菩萨解决我的痛苦 这个是一般总教 遇到问题 他不知道怎么解决 遇到天灾 遇到人祸 他认为这个是上天事与的灾难 就祈求上天赦免我们的罪 祈求上天不要再降灾害给我们 那么透过祭祀 透过祈祷 透过祈祷 透过持重 那么就希望上天怜悯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清楚告诉你 你面对痛苦 你面对灾难 不管是天灾人祸 不管是面对什么灾难 第一个 第一个 你面对灾难的心态 你要 你必须要知道 现前有的这些灾难 它已经是一种果报 你要用怎么样的心态来对它 第一个 你不要先反抗 先不承认 你先接受 接受 你能接受 表示你是冷静的 你是理智的 来看待现前发生的这些事 虽然是不好的 好的不好的 都要很冷静 理智的来看待 我还叫做病跟未来 你冷静理智的来看待 现前发生的这些事 然后思考这些事 为什么会发生 这个就好像 布莱坚有一个人跑来骂我们 我们先不要 先不要反其 先不要仿驳 而是先思考 现在是什么事 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 先思考 这件现象背后有它的原因 就好像我们是什么 肚子痛 那你在那边祈祷上天 去祈祷麻祖 祈祷祭功 祈祷观音菩萨 让我肚子不通 这不是正确的做法 先想一下 我现在肚子痛 我第一点要做的是什么 我还要去找肚子痛的药 先让他不痛 让他不痛 肚子已经厚了 那为什么要痛 它一定有原因 你第一个先让他不痛 因为太痛苦 没办法思考 第二个 思考一下 我今天吃了什么 是不是饮食造成我肚子的肚痛 如果不是 那是什么原因 思考一下 然后再想一下 我以后怎么病 我现在怎么解决 我以后怎么病 正确的解除痛苦 有正确的方法来解除痛苦 有正确的心态来面对痛苦 然后可以预防 能够解决现全的痛苦 预防未来痛苦再发生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佛法是这样教的 它并不是说 我遇到了痛苦 我第一个先见观音菩萨 先见阿弥陀佛 先去拜妈祖 先去王爷那杯 拿一些香味回來吃 都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佛法教到的就是觉悟 觉察 你知道苦一定有苦 有时候苦即灭道 这个苦也许是 你儿子不听你的话 你教儿子教不会 也许是夫妻感情不好 也许是父母误会你 也许是同事欺负你 反正很多 也许是身体 身体难过 身体痛苦 也许是心理难过 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们活在这个世间 我们说过 生命充满的无奈 生活充满的痛苦 我们时常有感觉到无奈 感觉到无力 这些痛苦 这些痛苦 时时都有 所以叫做重苦交尖 老人就知道了 身体的痛苦 儿女都不在身边 那个是老人最大的痛苦 身体不添死化 儿女不在团变 那没有办法 那自己就没有能力去做一些事 那年轻的就是怎么样 就是支援不够 那不断要竞争 又不断要跟人家竞争 那重点就是要照顾小孩 上游高堂 下游这个小孩要照顾 那这世间人各有各的苦 有钱有苦 有钱有苦 身体好有苦 身体不好有苦 身体好的 基本上都要照顾身体不好的 身体不好的 被照顾也是苦 你以为 身体有钱的 就是想办法要去跟人家借钱 人家都不借他钱 那有钱的想办法拒绝 人家都来跟他借 他也痛苦 想办法知道怎么继绝 在这个世间太多苦 那这些苦 不管我们面临什么苦 我们第一个就是 思维这个苦从哪里 为什么会有这种苦 我会有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我们说过苦有很多种 第一个你没办法避免的 你一定要面对的 比如说来历史 早晚而已 你是不可能没有的 第二个你可能有可能没有 比如说运证会爱别离求不可 那么有一些也一定要有 家人一定要迷你出去 可是你可以不用有爱别离苦 有爱别离但没有爱别离苦 有运证会但没有运证会苦 可以 或者说你没有求不得 因为你不求就没有求不得苦 这些世间的苦很多 现在是每一个苦都有它的原因 也都有它解决的方法 我们基本上是先体会到现世的苦 你这些苦 你讲世间的幸福 你基本上就是从五个地方来 你杀生你就短命多变 你拖到你就贫穷卑贱 这个都造成苦 那你携淫 你就家庭斗乱 家庭不合格 那就是这样 那你忘语 你这事业不容易成功 素颜不过 容易被骗 不容易成就 那你喝酒 那就是 就是对这些泥患的东西 毒品这些 那喝酒 那你迷恋 你就容易迷迟 很多东西搞不清楚 那世间的幸福 大概就这五种而已 大概就这五种 你缺了哪一种你都会逃不你 你拥有了圆满了 那你基本上是现世的 就是人天 人间富贵 家庭美满 那很多做皇帝的家庭都不美满 这兄弟相产 有钱嘛 有事嘛 谁能够得到那个位置 谁能够记起来 彼此要竞争 那穷远不会啊 兄弟互相帮助啊 这个东西就是说 世间都不圆满的 那比较圆满的是天上 那世间当然也有圆满的 但很少 那时候就叫真上身 这里叫做真上身性 所以现在比过去好 未来比现在好 下一辈子要比这一辈子好 那有钱还要更有钱 健康还要更健康 有名还要更有名 幸福还要更幸福 大概就这样 那么所以 他说归纳起来就是三列 真上身心 初离心 普通心 那初离心就是初离三界的心 所以我们讲佛法基本上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先让你离三二道的苦 先离三二道的苦 第一个先离三二道的苦 那有些人这一辈子虽然是个人 但过得不像人 像畜生像 恶鬼像什么 先离三二道的苦 在这个基础上 那三二道我们说过 人为什么会有三二道的苦 为什么会有三二道 人家三二道的业 那三二道的业是什么业 三道一望 就这样 三二道的业 就五戒 所以要先持戒 布施持戒 你看 先持戒 持戒可以离三二道 然后在行十善 这个是行十善 这个布施 布施就伏报 不是只有布施 像布施这一类的善法 那么就行十善 所以叫五戒十善 他基本上就是五戒十善 五戒十善 五戒离三二道 第一个离三二道苦 第二个离人间的苦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三二道是 定义是唯苦不乐 只有受苦没有快乐 畜生道跟恶鬼道苦多乐少 苦很多乐很少 人苦乐相伴 千乐多苦少 遇见天 那社界天基本上是唯乐不苦 没有苦 除非他从禅定下来 他才会感到度 不然是唯乐不 他在天上是没有苦的 那遇见天是乐少 乐多苦少 苦非常少 不太有苦 偶尔 偶尔但不多苦 那人是苦乐相伴 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苦多乐少 人世间不如是十之八九 不是十之五六啊 十之八九啊 但是虽然是这样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是苦比较多的 人还有分 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苦很少 到了两万岁 一万岁 一万岁以下苦就比较多了 我们现在是七十几岁 那到十岁的时候 那苦就更多了 苦就更多了 他还有分 那一般人来讲 他就是苦乐参半 还要受于离人间的苦 那么第三个就离三界的苦 就欲界社界 就离三界的苦 离欲界苦 基本上是离欲界的苦 我们可以这样讲 离欲界就到社界群 就离欲界的苦 那这个都在欲界里面 第四个就离三界苦 第四个就离三界苦 那第五个最究竟的 自己离三界苦 也要叫人离三界苦 就是自己离三界苦 自己不受苦 那么也努力让人不受苦 自不受苦 就是离苦 也令他离苦 这个就是菩萨做的佛 那阿罗汉 那阿罗汉只是自己离三界苦 就离欲界了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佛不是自己不受苦 也努力让大家不受苦 这个秦桑经的说法就是 我皆令入无语灭盘 里面就是 就是菩萨佛要做的 那阿罗汉就是 所作与办 不受后语 就这样 所以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大概就是佛法里面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要 这个要持五界 这个要行十善 这个要修禅定 修禅定才能离欲界 定就是在射界 射界不射界 市场发定的果报 都在射界不射界 他就是心上又下 对于运界太粗糙了 他要往上 所以这个就要修禅定 这个要行十善 这个持五界 持五界行十善 那修禅定 那么在一禅定里面 这个要文师修 有智慧 所以这个就戒定慧 戒定慧 那戒跟善 有戒持善 这个修定 这个有智慧 离善性 那这个 神某不但自己疑苦 教人家疑苦 神六度波罗命 那又不一样 那大概佛法 大概就这几个层次 那我们来看 来看这个经典里面说的 所以 这里 真上身心 出离心 出离三界的心 第一个 我们说 出离善恶道也是出离 但是这里的出离 是出离三界的心 出离欲界也是出离 那菩提心 我们说过菩提心 这里的菩提心 就是无上菩提 因为佛法里面 菩提心是有三界的 生文菩提 圆解菩提 跟佛菩提 都叫做菩提 菩提就是正觉的意思而已 所以这里的菩提心 其实就叫做 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全文 全称 叫做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叫做 无上正等正觉 一般的菩提 生文菩提 只是正等正觉 正觉 正等正觉而已 好 那么这个是弥勒菩萨所说的 下世 中世 上世 那菩提道士尼寡念 就是所谓的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那么佛法中 下品人 下世 中世 上世 我们知道 方无量寿经 也分三倍 有 无量寿经有三倍 上倍 中倍 方无量寿经 下品 中品 上倍 那一样 都分三倍 其实 我们这样来分 六道众生 以福报分 那 这个圣者 以智慧分 来分 都分三倍 那六道众生 基本上也是分三倍 举着讲人来讲 人有三倍 比较好的 像这个 佛王 国王 大臣 这一种 福报比较大的 普通的人 普通的人 还有比较卑贱的人 乞丐 这些 也是分三种 鬼也是分三种 鬼也分三种 有财鬼 有福报 城隍 土地公 这一种 一般的鬼 乌云野鬼 有人 有人拜就有人吃 没人拜就没得吃这一种 第三种 恶鬼 就算有人拜 他也吃不了 也吃不到 那这种是最多的 那畜生你这样分三种 你这样分三种 那就是 你这样 狗就好了 美国总统感觉狗 党的猫 这个 英国女皇感觉高 党的猫 那个福报很大 那 这个是比较 人养的猫 丑目 一般的猫 然后生病 被其他猫 欺负的猫 被人抓起来 做狗肉 做猫肉的 灭袋的猫 狗 那一样 他一样有分三类 就算地狱也有三类 大地狱 小地狱 文坚第一 他也有分 但文坚第一 有些在大地狱里面 就是受苦比较长的 受苦比较重 一样有分 一样有分 大地狱晚了之后 会到猫尖地狱 猫尖地狱 猫尖地狱晚了 又有小地狱 基本上有些三类 所以你会发现到 一福报业力来分 都有三倍 都有三感 那修行的人也一样 就是像这个 像这个比如说生文 他一样有分 他是以智慧来分 一切贤圣界也不违法 也有差别 比如像出国 出国 出国恶国这一种的 还要 还要来遇见 那三国就不来遇见 在射箭 那阿罗安 连一次都不用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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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晚了就没有 所以他也分三类 出国恶国是一样 他还要来遇见 来遇见七次跟来遇见一次 二国的就不用了 已经离遇见了 已经离遇见了 到射界去了 那三国呢 四国的就离三界了 他就是还有 还有那个二国 出国的 出国的 他已经离三二道谷了 他不会剁三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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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见真上就不剁三二道 他出国不剁三二道 他就是在人间 人间还有人间的苦 可是苦没有那么多 他就是离人间苦 他就是离三二道 出国的圣者离三二道 那二国的圣者 出国二国都离三二道 那二国的圣者 因为他还会来人间 他还会在人间受火爆 那三国的圣者 三国的圣者 就是离遇见的苦 离遇见的苦 他不来遇见的 他就直接到社界去了 然后就在五步环境里面 那边就再一次 他还有天界的苦 天界还有苦 那三界里面都有苦 那又没苦的 玉界社界无社界的苦 不太一样 那玉界里面三二道是比较苦的 如果是 这个是出国二国是一类 出国二国是同一类 但是苦多苦少的 苦长苦短而已 那三国是一类 他你遇见苦 他不来遇见 但是他还有社无社界的苦 还有社无社界的 那阿罗安三界苦 这一次晚三界苦都没有了 他一样三类 一样三类 好 那我们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什么叫真上身呢 一般世界他是佛法中的下品 一般世界是善品 下品 就是下世 下世对一般人来讲是善事 那这些富贵春荣的 这些长寿健康的 对一般人是希望的 你看一般世界的人都求生天 要拜妈祖 要拜什么天什么天 这世间人只有希望的 希望可以跟他们一样 但是这个天在佛法中是下品 刚才对世间来讲是善品 是善品 就好像我们最好吃的 一般赤婚的人 包吾于燕窝 那输宿的里面有一些 最好的 从天上人来看 这个是最差的 天人的饮食 好的不得了 但是天人 欲借天的饮食 对色借天来讲最差的 色借天是残虐为始 不死人间这些 他们天上的是不死人间的烟火 但是这个色借天的人 已经没有 已经不是靠吃这种的 还要吸 还要咽 闻那个味道 什么 没有 他们已经是残虐为始 完全是这个心 在作用 所以你看修道家的人 还要吸收日月精华 那你吃这个古物的五穀的精华 他那个不一样 所以 所以欲借天的饮食 在色借天看起来 那个很粗畅 那个是下瓶的 人间帝王吃的 人间帝王吃的 欲借天的人看起来 那个是下瓶的 但是 这个帝王吃的 跟一般人吃的 一般人那个是下瓶 那一般人看乞丐吃的 那乞丐那个是下瓶 那乞丐看那个动物吃的 又是下瓶 就这样 你看 动物才怎么好吃的 也是跟冷皮 也是差一点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一层一层 每个福报不一样 但是你福报到哪里 你就觉得那个好吃 你就这样 擦饮 你叫他吃命 他还不喜欢 他大便他就很喜欢 对他来讲 那这个是好吃的 所以蟑螂 你看 他就是喜欢吃那些 蚊子就是喜欢那个 脏水里面 太干净了 所以他还受不了人 那这个就是火爆 他自然喜欢那种 但是对高一层的人来看 那怎么不好 那我们也一样 我们喜欢吃的 我们喜欢吃的 认为香的 就天人来讲 遇见天 遇见天又有六天 每一天层次又不太一样 这个是王天认为好的 刀立天看起来还不够格 刀立天认为好的 燕翁天看起来还不是好 就是要被踩一层下去 遇见天认为好的 色叶天不一定觉得好 基本上是这样 世间人讲这样 所以说下品人这里讲 佛法中的下品 一般世间是上的 上的 这个发心是求真上身心 那么真上身是什么 来生所得的果报 比今生要真胜 好一点 舒胜一点 多一点 是这样 所以丧性一些 这个真上 越来越好 例如相貌都很多种 好看不好看 活的长短不长短 就是说寿命长寿命短 民生好不好 财富多不多 有些人是这样 生下来财富就很多 有些人还没生下来财富就很多 有些人生下来没多久 开始就赚钱很容易财富很多 权位 倦属 父母亲疼不疼你 兄弟姐妹感情好不好 子女孝不孝顺 朋友知不知心 就这些 知识 读书容易不容易 有些人不是很容易 有些人记忆力好 有些人思考力好 就不一定 有些人一下子 听过就能够记起来 有些人就是记了很久都记不起来 有些人一想就想明白 有些人想了好久想不清楚 那就是这样 那跟智慧有差 那智慧跟你过去的熏悉 跟熏悉有差 跟你有没有障碍有差 就是这样 知识能力 你看有些人 你只要有一个能力 不管 比如说有些人的鼻子特别灵 他当然这个能力他都可以 他都可以高枕无忧 文酒师 文神 比其他人更 有些人手巧很明火 有些人脚很有力量 各式各样的 你只要有一个超出其他的能力 你就会很厉害了 你这个技术就可以了 就可以生活很久都不用担心了 他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的各式各样的能力 有各式各样的知识 身体的健康 家庭的和乐 朋友的协助 那么这一切 那不杀生就身体比较健康 不协议家庭就和乐 不忘你 不欺骗别人 你的朋友就比较 不会被人家骗了 事业比较成功 朋友比较痴心 那不偷盗 就比较能够 拥有技能的富贵 你的财产就比较不是无家共有 那么这一切都希望来生比今生好 不要说来生好 未来下半生比前半生好 未来比现在好 如果我们能够改变 未来就能够比现在好 比如说你身体不好 那你就知道身体为什么不好 你要运动 你饮食要改变 你生活习惯要改变 这个是从环境改变 从业力改变 从心态上改变 你就一定可以改变 你一定可以改变 比如说你很穷 那你不是不努力 你很努力 可是又赚不到钱 如果你很穷 那第一个你要努力 你不努力 你就是有钱也赚不到 第二个你除了努力之外 你还要有什么 还有福报 所以你一面努力 那一面要积极福报 那福报就是什么 多帮助别人 不一定要给人家钱 就是都会帮助别人 你可以去做义工 你就做义工 那你可以帮助人 就帮助人 累积福德 这个就是你累 你这样一面累积你的福报 一面努力做你的工作 然后你不要 就是佛法又教 你不要 你赚的钱 你花的钱比你赚的多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有累积呢 你要做合理的分配 合理的消费 就是你不要赚五块钱 花了五十块 赚五块花十块 那你怎么赚也不会没有钱 你就是有钱 金山银山 也会被你花完 你又不累积福德 你本身又没有福报 因为没有智慧 容易被骗 没有节制 一向就花完 这世界上很多 世界上很多 钱越多的花得越快 买油艇 买油机 那么世界各地都有别墅 一年也不去 一年也没有去住到一次 还要花人去那边整理 花钱请人去那边整理照顾 反正这种东西也很多 那所以你如果有钱 你做怎么做 你如果没有钱 你怎么去赚钱 那么怎么让你开源节纹 那是一个 第一个是努力增长你的技术 你去赚钱 第二个是怎么样开源节纹 保护你的财产不失去 第三个还要培养你的福报 那福报是根本 那 枉劫你的善人 那这样基本上就会有 因为你知道这一些都是 就是你怎么 你如果会苦 你说苦如果是因为没有钱 那么你就要是苦从哪里来 那有钱如果是福报 你要知道福报从哪里来 那健康如果让你受苦 你要知道要怎么健康 生病病从哪里来 健康 为什么人会健康 为什么人会生病 为什么有些人 有钱 但是医不了病 有些人没有钱 却不太会生病 有些人没有钱又生了很多病 又没钱看病 有些人有病 但是他有钱 花了钱就可以治好病 反正各式各样的很多 这个都跟业有关系 因为有些人 钱再多医不了他病 贾伯斯就有钱了 贾伯斯的钱那么多 他得的事好像是胰仗癌 没有什么 美国科技那么麻烦 就是治不了他的病 那有些人得艾滋病 艾滋病很难医 现在也不太能够医医的控制 但是有些人得艾滋病 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就自己好了 真的就有这种人 那这种其实都是很难讲的 有的人眼睛看不到 忽然间摔倒 忽然间就看到了 怎么意都意不好 可是忽然间有一天走路跌倒了 再起来 你们都看得见了 反正这种 就是这个里面还有看不见的原因 业力的原因 那我们努力做 尽量的做 那基本上其实都是可以 可以离苦得的人 但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说有些人会 心里面要哀怨 我又不是不努力 我又不是不用工 可是我为什么这么容易 这么用工 我还这么穷 上天不公平 以前我也这样想 以前我也这样想 以前我努力 而且我不敢随便发钱 我赚的钱全部存起来 我们都是坐公车 都最便宜的 都不敢去外面 不敢看电影 连书都不敢买 没有买新衣服 也不敢去 都不敢 人家去玩都不敢再去外面玩 看书都要去图书馆借 买书要钱 很节俭的过日子 能够不吃就不吃 那很努力的赚钱 告诉你也不一定的钱 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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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那一段钱 发生一件事情 钱都没有 生病 要花钱 撞到 忽然间撞到人 要赔钱 就全部没有了 真的 我就觉得 怎么 刚开始第一次会觉得很衰 第二次 第三次就不是衰 就觉得 这是什么业啊 你就会觉得 没有办法 你就会非常 你会非常挫折 但是你知道远离的时候 你就不会 你不是只是这样 你要从根本去改变 后来就怎么样 后来开始 你开始不思慈见 慢慢慢慢就感觉 真的 有些灾难 有些灾难 它就会无形中 顶任远禁 你也不用 你也不用祈祷 也不用回向 那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就好像你运动 运动 你也不用祈祷 你也不用回向 你自然而然就健康 本来是这样子的 那你只是好吃懒重 那吃一吃 什么东西都吃 那就不运动 你就是天天祈祷 回向 等一下就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就都来了 也没有用 所以 你要知道它的原因 然后努力去除它的苦因 你就不会受苦 你要知道快乐的原因是什么 你努力去创造 水到取成 那自然而然就快乐 所以 所以它有很多种人错综复杂 但是 基本上 苦跟热 是可以掌握的 是可以掌握的 所以 我们努力做这些事 你要相貌好看一点 你要 你要寿命长一点 你要民生好一点 你要财产多一点 你要眷属和乐一点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做 但是要时间 第一个要信心 第二个要有正确的方法 第三个要坚持 你不是马上做马上有 像你现在生病 你要健康 你要坚持一段期间 我看过有一个人 他的脚萎缩不能走 那医生看都看不好 看见中西民医 中药草药西方的 这些都没办法好 后来他怎么样 他去做铁鞋 替他做银鞋 每天走 替他做银鞋 替他做银鞋很重 他刚开始做几斤的 他就走一走 因为他走很辛苦 他已经萎缩了 他已经走了 那我们不太能走 我们就不要走 那你越不走越萎缩 越不走越萎缩 所以 就好像 你越胖你越不想动 越不动你就越吃 那越不动就越胖 就这样 所以他就努力坚持 让自己要走 他开始走很辛苦 走 从这里走到那 可能要走一个小时 因为他脚都不能走 就好像腹腱一样 很痛苦 可是你越不腹腱 你就越痛苦 越萎缩 所以他那个脚已经萎缩了 好几年前 我看到他的一个故事 然后他就这样走 可以慢慢走 然后之后就做一个铁鞋 不只是走 走铁鞋走 然后铁鞋越做越重 越做越重 后来怎么样 后来那个脚就好 而且他把铁鞋脱掉 就不如飞 脚完全是好 一般的人他就放弃了 可是他知道 你越不动 他就越萎缩 所以他就是动 让他的脚循环 刚开始很辛苦 从那里走到那里 要一个小时 后来慢慢慢慢 铁鞋越来越重 他后来就爬楼梯 爬楼梯 爬楼梯更辛苦 刚开始走平面的路 后来穿铁鞋爬楼梯 那个脚要湿力 后来就越来越不痛苦 慢慢慢慢慢慢 没有看医生 一样啊 那都是要坚持 他好像这样走几年 好像要几年之后 几年之后 他才慢慢跑起来 那一般人坚持不了那么久 他又不觉得 这不一定会好 我白白受苦 不是 你要坚持 如果知道这个方法有效 你就要坚持 通常都要坚持几年 像我们人缘不好 赚钱不容易 身体不好 都要坚持几年 因为这个已经是过去的果报 你如果没有坚持几年 他就会改变了 比如说我福报不够 我赚钱人不容易 而且赚这钱留不住 那你就要怎么样 你要坚持行善不思 要几乎的 一般大概就要三年 那我常常说一个方法 如果你愿意听的话 基本上都有效 到家就行三千善 三千善 你就做三千件善事 几年不管 那一开始 但是你做善事的时候 你要记起来 我今天几月几号 几月几号 在路上看到一块玻璃 我怕人家吃到 我把玻璃捡起来 善事一件 玻璃你让人家吃到 香蕉皮人家滑倒 你把它捡起来 欺你善事一件 那今天去上班 公司同事帐我便宜 我不跟他计较 善事一件 谁骂了我 我原谅他 善事一件 反正就是这样 那你就这样 那你要看 每天看 每天看就是每天复死 每天要死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知道 他做了什么善事 看后才会起善心的力量 那你每天做善事 起善心 做善事起善心 要睡觉的时候 就看一下 我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那明天又看 我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那一个月之后 从头到尾看一次 一月一号做了什么 二月一号做了几件 三月三号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善事 刚开始勉强 没关系 勉强自己做 有所得 有所求 没关系 就这样做 做到大概可能五百件之后 你就越做越顺心了 刚开始要勉强找善事做 后来不用 你看到你就会做 看到你就会做 后来你的善心 连续到一阵子 你的善业累积 我告诉你 金堂通常也不用三年 大概一年就三千元善事处做完 真的 然后做完了 你的福报就开始改变了 开始会改变 我以前是这样做起来的 后来福报就变了 不然你非常努力 你非常努力 非常辛苦 不一定 不一定有苦的 你很努力 你想一想 我再累多少钱 我就可以买什么 买什么 买什么 还没到就没有了 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真的没有了 真的会这样做 我以前没有福报到什么地步 吃好一点的就会拉肚子 真的 就不能吃好的 这可能真的是没有福报 捡到钱 今天捡一百块 三天内一定会损失五百块以上 真的 我告诉你这个是真的 后来就想 为什么会这样 人又没有福报到这个样子的吗 后来就开始 看了了凡事去 看那些行山线上 开始做 慢慢改变 真的你就会看到 有改变 不太会这样 反正你就会觉得 那只要你随拍 有好的事情容易顶到 好的事情容易顶到 好的事情容易顶到 人就是这样 你福报不够 你福报不够 你就是这样 你福报不够 福报如果够 你有善业 你有善缘 那一些災难 都会隐忍流血 你不知道就是有人帮你解决掉 真的 可是你还不知道 你会遇到这种灾 我不知道 那有些就是你遇到这灾 刚好就 刚好在那个时候就出现那个人 那他就帮你解决了 那刚好你这个病没得医的时候 刚好就出来一个人 我那是哪一个医生去医 刚好就医好 真的就是这样 那你如果没有 刚好就有一个人带你去医 本来小病医成大病 花了很多钱还医成大病 就会这样 那这个是很常见的 真的 所以你基本上像 一般人不知道 一般人就会觉得 你看不到 看不到 谁看见 谁知道 可是 你就做你就会知道 你可以感受得到 像这种行三间上 我以前是这样做起来的 慢慢发现 慢慢发现 你第一个是 你赚个钱 可以 可以守得住 你不会无缘无故 就没有了 而且你拿给别人还是一定要 比如说 那你就发生成货撞到我 你不用陪人家 就会这样 那一定要啊 而且你就陪 你就陪很久了 看那个人你撞得怎么样 就这样陪了 没有了 你怎么家人 不是你自己 你家人 生病要手术 你有你不用拿出来 比如说你爸爸妈妈你儿子女儿 那也不用拿出来 要吗 那就没有了 都会这样 二子你有福报 你就不会这样 真的 甚至你要花这个钱 你还会拿更多的钱 也会这样啊 所以这种事 基本上 跟人的业有关 跟你的善业有关 跟你的恶业有关 跟你的恶业有关 所以佛法第一个 一定要先相信因果 有善有业有关 这个如果你没有先认清楚 你不晓得怎么解决你的套苦 你的方法就是祈祷 回向 然后点灯 法会 把它开成这样 这不是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就是要知道苦是怎么造成的 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我们没有不管什么苦 都是法会 都是点灯 可以除一切苦 没有 持咒除一切苦 不是 肚子痛的药 跟眼睛痛的药 是不一样的 外用的跟内用的是不一样的 那一样啊 你杀针有杀针的烟 凭见有凭见的烟 那是不一样的 你要解决 你要解决这个贫苦 跟要解决这个身体的病苦 那要问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要施的力是不太一样的 就好像你努力吃饭 努力运动 只是让你身体健康 并没有办法让你变聪明 变聪明要用什么 要多稳齐齐 要读书 要思考 努力读书 会让你变聪明 但是没有办法让你身体健康 你一直读书 你的知识多了 聪明一点 但是你一直在读书馆里面 你一直在读书 你一直在读书 身体化下 你会聪明 但是你肚子就能够健康 所以它方法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你要知道 好 我要理解看 所以这一些来生比今生好 现在比过去好 未来比现在好 在佛法中 当然这个是一般的人先做这样 但是在佛法中这个还不是测子 但是是正当的 一般人先求这个 先让他幸福美满快乐 先让他这个 因为这是以正当的方法 那有很多宗教讲的固定正当 所以比如说 你说让宾阿登回教徒 绑着炸弹去炸死这些异教徒 马上可以升天堂 这是升天堂的方法吗 当然不是 杀生杀牛杀羊祭祀升天 祭祀天神可以升天 这是升天的方法吗 当然不是 在恒河里面祈祷 死后可以升天 这个是升天的方法吗 当然不是 持咒 可以升天 这是升天的方法吗 当然不是 苦行 自己不断地受苦 受苦可以升天 这个是升天的方法吗 当然也不是 所以佛陀出现在世间 告诉我们 哪些是正确的方法 当然 你像回教徒 基督教徒 其他的宗教徒 也叫你布施慈戒行善 这一部分确实是升天的方法 但是告诉你 透过祈祷 透过苦行 透过祭祀 透过牺牲 那么可以升天 这个不是 在恒河里面洗一洗 罪就可以消 这个不是 忏悔 罪可以消 这个是 所以要分清楚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像以前留下来的知识也是这样 有些是对的 有些是不对的 那我们要分清楚 所以佛法就是正确离苦的方法 那世间宗教 有少部分正确 有少部分 大部分正确 少部分不正确 世间的宗教 那那些邪教 就是大部分不正确 只有少部分正确 他也不能说完全不对 但是只有少部分对 那一般的 比较正正正的宗教 大部分是对的 但是也要少部分不对 少部分不对 那佛法 佛法具体是 完全正确离苦得了的方法 他说这样就是这样 绝对不会像外套说 这个杀生祭司可以生天 没有这种 佛法跟他讲 杀生祭司不但生不了天 还会下三二道 为得其乐 反先受其苦 被盗而死 错误的 有可能是错误的 并然他真的说 你绑着炸弹去 去杀死这个异教徒 马上生天 天上有几十个处女 等待灯这里 有这种的吗 没有 当然没有 那个日本 日本那个架着飞机 神风特控队 战争 他们那个神风特控队 他们马上升到他们的 那种天神那里去 这个是真的吗 当然也不是真的 那不是真的 可是有些人就相信 就是盲目 佛法绝对不说这种东西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那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以正当 他说是这样 佛法中 这种虽然是不彻底 不彻底不是说 不是说不好 而是说 即使生到天上 或是来生富贵 长寿 他也在三界里 三界都有苦 只是苦少苦多 苦长苦短而已 一定会有苦 就算生到无色戒 从无色戒下来 一样还是受苦 在无色戒天的时候 在定中没有苦 可是从定中退了 从无色戒下来 一样受苦 所以他比较多不究竟 不彻底 就是没有完全 这个病 现在好了 没有也不会咳嗽了 可是明年冬天来 又开始咳了 现在冬天过去不会 可是明年冬天来 又开始了 这个风湿不会啊 等着吹风又开始痛啊 就是他不会断 会更均 这样就像你到了色戒 你又欲借苦 他还会从色戒掉下来 那一样又有 明年冬天又开始有 过了一个轮回又有 他现在不会啊 所以这个就是不就去 不彻底 但是就虽然是这样 还是比一般的好 所以正当的方法 求善的进步 这里面分为两类 就是真上身 还是好的 而且大部分的人 是修这个人 幸福快乐之道 幸福美满之道 第一个愿生人间 第二个愿生天上 就是真上身心有两种 就是人跟天 人证跟天证 这个是真上身 我们先下课 休息生日